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在巴黎奥运会圆满露幕之后 中国跳水梦之队的明星选手全红蝉成功为祖国再添两枚金牌 然而,当这位年仅20岁的运动员兴高惨烈地踏上返回家乡的路程时 却遭遇了出乎意料的困扰 他的家乡,一座原本宁静的小村庄 如今正因她的成名而陷入了围城之中 全红蝉,这位凭借出色的体育成就和甜美形象迅速成为焦点的夺冠女神 原本期望在家乡享受凯旋归来的喜悦 然而,现实却令她和她的家人感到无奈与苦涩 随着全红蝉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 她的家乡变成了游客和网红们竞相打卡的热点地带 原本宽敞的小路被洛伊夫觉得车辆和人群堵得水泄不通 就连全红蝉自己也难以顺利通过回到家中 这突如其来的关注,不仅打破了全红蝉家庭的宁静 也给她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尤其是那些为博眼求而来的网红 甚至频繁上门打扰她的父母 试图从中获取商业利益 全红蝉的家人对此深感无奈 他们希望女儿能够顺利回到家中 品尝自己亲手准备的美食 分享那品女儿带回来的珍藏美酒 然而,这一切的愿望在不断涌入的人群和车流面前显得遥不可及 全红蝉的父母为此感到痛苦 他们渴望女儿能够像过去一样 回到家中撒娇,依偎在他们身边 享受普通人应有的家庭时光 然而,现实却让他们陷入困境 女儿的成名反而让他们的生活被打乱 原本平静的家庭秩序被骚扰所取代 令人讽刺的是 全红蝉这位威国争光的夺冠女神 如今却成了让家乡百姓头疼的麻烦 当初为整个国家带来荣耀的她 现在却不得不免对游客和网红们的不断骚扰 地方政府对此也感到棘手 一方面,全红蝉的成功为家乡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 这是一个难得的经济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过度的关注却让这个小村庄的生活秩序陷入混乱 在一定程度上 地方政府对这些游客和网红的行为采取了纵容态度 试图借助他们的传播来提升当地的知名度 然而,这种纵容并未能缓解全红蝉一家所面临的困境 随住人流和车流的不断增加 全红蝉的回家之路愈发艰难 原本期待的凯旋时光也变得遥不可及 这种尴尬的局面让人不禁感思 当一个运动员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为国争光时 家乡却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 这不仅对运动员本人造成困扰 也让整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我们呼吁广大体育迷和网友 能够以更加理性和友善的态度 关注这位奥运冠军 给予他及其家人应有的尊重和支持 而不是将他们视为谋取商业利益的目标 网友们对此事的评论也反映了这一诉求 一位网友表示 作为全红蝉的粉丝 我感到十分抱歉和遗憾 他为国争光 却因此遭受到如此的骚扰和困扰 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采取行动 维护他及家人的正常生活 另一位网友则呼吁 奥运冠军也需要一些私人空间和安静时光 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 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可供随意打扰的对象 全红蝉及其家人所遭遇的困境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同情 网友们纷纷呼吁相关部门采取行动 帮助他们摆脱这一困扰 我们相信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全红蝉及其家人中将能够重拾幸福与宁静的生活 享受他们应得的平静与安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